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问题好像不严重一样 所以说我最讨厌你这一点就是对自己太自信了 太自以为是 懂吗 什么都不重要 从来都把我说的话当个耳边缝号 就开玩笑一样 我都说了 你就算来这里金牌调点 你也挽回不了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 离婚 一开场 胡女士就情绪激动 声称婚姻早已破败 然而面对她的声嘶力竭 蒋先生却一脸懵 在她看来 夫妻俩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大问题 离婚更是她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 很快 胡女士就说出了两件 导致她下决心离婚的世界 我说我初三要上去 我初二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你明天送我上一下车吧 她说行 天大的事也比不上老婆 坐车重要 第二天她给我来一句 我下午要放气球 没时间送你 你就坐老表的车去吧 我当时我眼泪就已经掉出来了 让我心灰意冷 她对你不好的意思 还是她确实有事 她确实有事 但是在我心里面 什么事都比不上自己老婆才回来过完年 然后要上去打工 她没有想到这一点 懂吗 她就以为她的事重要 送老婆不重要 我一下子我心凉了